功夫这部电影是周星驰非常有名的代表作之一 可谓是付出了他所有的心血 耗时长达三年 竟贫这一部作品就横扫了多个重要奖项 除了主角外 电影中泼烂的包租婆 白傻的酱豹 扫气的爆牙针 个个都让人印象深刻 难怪说星爷的电影里是没有配角的 演员中更是苍龙卧虎 开裁缝店看着非常娘娘仓的铁线拳 白短裤里穿着红裤衩 娇羞扭捏的跑姿十分着笑 扮演者赵志玲 其实是黄飞红的传人 蛮图高达二十万的武林高手 在武术界跟林小龙平起平坐 创办的国际红拳赵志玲国书会 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赵志玲出生于武术世家 父亲曾拜黄飞红徒弟林氏仁卫师 在香港开了间母馆 习武受伤的自然不少 武馆也给人看病 八九十年代香港功夫片爆火 不少剧组都有激烈的打斗场面 那些替身演员难免会受伤 于是就会到赵志玲家的武馆治疗 年轻的赵志玲听到这些人 谈论电影的事情难免心胜向往 并且当时有不少导演 看中他一身扎实的武功 赵志玲觉得既发扬了中华武术 又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于是便在娱乐圈开始闯荡 先是进入少师电影 出演了《摔心雕兽》里的一位武馆师傅 竭尽全力 希望能留住富豪学员 动作虽然滑稽 但这一身肌肉却是实打实的 紧接着又在电影《西蒙妙记五福星》中 饰演武艺高强的赵师傅 其中洪金宝那句经典台词 至今都引人发笑 等于于在各大电影里跑龙套 期间认识了许多好朋友 步伐、洪金宝、成龙这样的大佬 合作过程中他们还会专门请教赵志玲 关于武术方面的事情 成龙的成名作《蛇心雕兽》里 有许多练功的动作 其中大部分都是赵志玲的亲身经历 并且洪金宝那套顺滑的红圈招式 也是他教的 笔师赵志玲 已然成为香港有名的武术大家 熟悉青年的人都知道 他的偶像是林小龙 在电影中打斗的场面 怎么看都是专门练过的 而赵志玲也算是周星驰的半个师傅 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周星驰便兴致勃勃地 给赵志玲展示了一段 还追问对方自己的功夫如何 赵志玲非常喜欢这位热爱武术的年轻人 夸他的腿功相当了得 一来二去两人便熟络起来 赵志玲也经常在新年的电影里客串 真正让他走红的采放一绝 是2004年周星驰着手准备功夫的拍摄 因为想要展现功夫的真正魅力 他对演员的挑选极其苛刻 不仅要求演员武艺高潮 还要有演技 新年立马想到赵志玲 几次三番邀请后 赵志玲终于同意出演 然而自毁形象的表演 意外地受欢迎 剧中20个铁环缠绕手臂做武器 并非虚构的招式 而是赵志玲的真功夫 红拳 一张一式 虎虎生风 威力不容小区 赵志玲竟业到拍摄期间 一根肋骨都被打断 除了勇猛的一面 周星驰把这个角色设计成娘娘腔的形象 人物极大的反差感 让屋里头的表演风格更吸引人 可爱真实的性格 圈粉无数 令人印象深刻的纽约形象 也一度成了赵志玲的代表作 让她的知名度暴涨 当被问及是否担心角色影响自己的形象时 赵志玲非常坦然地表示 做演员就是要突破自己 什么角色自己都可以演 之后周星驰便经常会请赵志玲 来自己的电影里客串 西游项目片中 无杀之一的菜鸟 虽然戏份不多 但咬牙切齿地看着文章 激情跳舞的鬼畜画面 给观众留下来很深的印象 还有在美人鱼里客串的人鱼阿龙 赵志玲曾参演过七十多部电影 虽然都是些小配角 但是她却乐在其中 进入影圈的初心 也是为了能更好地宣传中国功夫 所以能看到她的角色定位 大兜和武术脱不开关系 其实演戏对她来说 仅仅算是个副业 她作为一代红拳宗师 主要是开设舞馆 广收门徒 传授推广中国武术 创办的国际红拳赵志玲总会 全世界弟子超20万 其影响力非同小可 如今77岁高龄的赵志玲 仍活跃在荧幕前 致力于弘扬中华武术